冬去春来,万物生发 地下溶洞内部 一颗颗叶明珠提供着明亮的光源 中心平地之上,方兮神情凝重 拿出那一枚经过多次洗练的灵种 此颗灵种来自妖魔术 经过它多次以长生术的法门洗练 已经几乎跟它是一体 甚至,能微微感应到种子即将破壳的某种喜悦情绪 做了如此多准备 历经漫长的等待 开始吧 方兮感慨一声,将种子埋入地底 继而双手掐绝,法力倾泻而出 长生有令,灵直萌芽,急 地面之中,那一颗灰扑扑的种子 忽然宛弱,贪婪的恶魔一般 疯狂吞噬着方兮的法力 令她额头略微渗出冷汗 就在方兮以为这颗灵种 想要将自己的法力吸干之时 灵种之内才骤然传出一道满足的情绪 踏踏 它表面撕裂开来 抽出嫩绿的心芽 顶开土层 化为一株两寸都不到的小树苗 此株树苗细看上去 与黑石成的妖魔术颇有几分相似 好像黑色的绒术 本命灵直成了 方兮能感受到 这灵直与自己浑然一体 伴随着对方的生长 有丝丝草木精华之气 被从大地中抽出 没入自己体内 从而形成某种玄妙的联系 这种联系会伴随着 它与本命灵直的距离越来越远 而变得越来越微弱 最终断开 这也是修习长生术的修饰 无法离开自己本命 灵直太远的原因 这种感觉真是奇妙 方兮在这一刻 却能感受到自己仿佛化身为植物一般 心中突兀浮现出大量感悟 宛若一棵古树 经历四季变化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急 它追寻着某种冥冥中的直觉 掐绝念咒 砰 不远处的地面之上 忽然冒出几根尖锐的木刺 这木刺犯着精铁一般的光泽 甚至边缘处还带着道刺 杀伤力十分恐怖 此乃地刺数 在练弃五层之后 方兮一直在研究的法术 此时却突然融会贯通 不仅融会贯通 甚至施展起来 威力似乎还有所增加 我甚至感觉 对于缠绕术 也有了许多新的感悟 方兮眼眸微微发亮 没想到长生术 竟然还有此等好处 不 或许关键是在这棵妖魔术上 大梁世界的魔 来到修仙界 又汲取灵气而成长 方兮自己都不知道 这株妖魔术最终会成长 为何等模样 不过看着生长速度 应该不至于让我等到老死吧 他手指轻轻抚摸着小树苗 脸上满是欣喜与满足 身上则多出一种淡薄出尘 却又欣欣向荣的气质 以后叫你什么呢 万古长青术 长生术 就在方兮思存之时 他表情一变 通过与本命灵直之间的联系 他能感受到 这灵直正在对他身上 某物发出的渴望 不,不是他身上某物 而是在储物袋中 方兮想了想 从储物袋中取出 两枚灰扑扑的种子 见到种子之后 本命灵直顿时 变得欢欣鼓舞 散发出极其渴望的情绪 要么不做 要做就做到最好 方兮喃喃一声 将种子推到妖魔术边上 下一刻 莎莎 莎莎 小树苗附近的地面裂开 一道道触须般的树根浮现 抓住了这两枚种子 继而 刺入境去 似乎在汲取种子中的养分 同根相残 这妖魔术的种子中 似乎便带着残忍的天性 受到这个刺激 本命灵直的体型 开始飞快生长 三寸 四寸 一尺 转眼之间 他便长高三尺有余 化为一株表皮漆黑 纸繁叶茂的灵术 一条条气根 从绿色的树冠之上垂落 向四周探索 蔓延 透露出对血肉的渴望 回去 方熙眼眸骤然一寒 发出指令 所有气根与藤蔓 禁术蜷缩 妖魔术抖动着 发出一股 委屈的情绪 仿佛在喊 我饿 吞噬 吞噬兄弟 化为滋养 还有这对鱼血肉的渴望 你还是继续叫妖魔术吧 以后 若没有我的指令 不允许攻击其他活物 方熙发出命令 以长生术为器 它跟妖魔术其实已经连成一体 这灵直是它的一部分延伸 因此传达命令什么的 只是心中一个念头的事情 与此同时 它也更加确认一点 这妖魔术的表现 的确更加类似邪物 绝对不能被人发现 否则自己搞不好 都要被打为魔修 希望你能给力一点 快快长大 让我至少修成青木灵体 来 吃肉 方熙提着两大桶太碎肉 来到妖魔术下 嗖嗖 一条条气跟垂下 扎入太碎肉中 似乎在瞬息着什么 片刻之后 一块块太碎肉化为 飞灰消散 而妖魔术似乎 长高了一些 果然 这妖魔术的成长速度 的确惊人无比 方熙眼睛亮起 她的猜测 没有错 并且 望着那两枚 已经失去所有生机的种子 方熙心中 也有些遗憾 若这棵树苗 能吞噬黑石城中的 妖魔术本体 那该瞬间成长到 何种地步 恐怕自己的 以目法身 都能请客间成就了吧 只是 以此时自己的实力 去碰内妖魔术 主动送菜上门 还差不多 数日之后 酒窖内 方熙按照 酒神谱 中的配比 将一坛坛 以赤血灵米 为主材的灵酒 埋入窖中封存 这其中 还有几坛 是她在轻竹方式 自我摸索出来的方子 虽然以现在的目光看来 其实颇为简陋 但也算是某种纪念 做完这一切后 方熙去喂了喂鱼 然后又来到灵田之中 开始播种赤血灵米的种子 她当初测量翡翠芽 其实还有为日后灵田 开垦打基础的想法 此时已经大体看好两处 准备再开垦几亩灵田出来 在方熙移动之时 她能感觉到与妖魔术的联系 以及对方 那在大地中 不断延伸的根须 此数就好似 她的另一个分身 并且每时每刻 都在汲取大地 与草木精华之气 灌注入她体内 双方形成了 某种周天循环的关系 方熙走出小云雨阵 以脚步丈量大地 三里 四里 当走出五六里之后 这种周天循环 便变得若有四无 让方熙知晓 再走下去 她的长生术 必然失败 这是长生术 最大的缺陷 不能离开 本命灵直太远 我甚至都无法穿越 不过 我记得黑石城中 那棵十组妖魔术 应当是有移动能力的 就是会很麻烦 这倒是一个不错的思路 至少不至于 被困死在一地 方熙转身往回走 若有所思 方道友 这时候 一道人影走来 居然是玉树临风的风满楼 风道友 方熙拱了拱手 这是有事 风满楼满脸风霜 脸上更带着一丝悲戚之色 我刚刚得到消息 墨家老祖 作画了 什么 方熙表明一惊 心中则是暗自感叹 自己熬死了一位敌人 那墨家老祖本来 还有几年好活 但被他重创之后 大损元气 自然便会折寿 虽然炼气期修仙者 极限寿命 在两个甲子 也就是一百二十岁左右 但能活到这个节点的极少极少 因为修士总会斗法 总会受伤 这便大损元气 不利受缘 除非修炼木属性功法 并且善于养生的修士 大概才能比其他修士 活得更长一点 在下还要去奔丧 方道友 风满楼尝试问了一句 在下与墨家不熟 便免了吧 方兮淡淡拒绝 爱 风满楼也没有强迫 只是叹息一声 静自离开 他想到了墨清玉 那位骄傲的少年 当初仗着家事 一向嚣张跋扈 仇家不少 这次墨家老祖陨落之后 只怕地位也要一落千丈 到时候 还不知道有多少人 要落井下石呢 地下溶洞 方兮望着丈许高的妖魔术 略有些感慨 这世间 就没有长生不死之人物吗 今日熬死墨家老祖 风家老祖想必也不远 倒是让方兮颇有一些感慨 他照例割下大块太碎肉 让妖魔术大快朵移 喂饱小树之后 方兮在树下盘膝而坐 运转长生树 汲取草木精华之气 淬炼自身后天灵体 这是一个水魔功夫 哪怕最低级的青木灵体 也要百年才能成就 并且对于灵直与灵脉的要求颇高 也就方兮另替西径 找到了妖魔术这株奇异灵根 算是绕过关卡 此时 伴随着她的修炼 妖魔术树冠之上 甚至有一条弃根锤下 扎入方兮的后背之中 嗯 这是 方兮睁开双眼 见到这一幕 差点以为自己又穿越了 变成某个以团善为名的 红眼病老年患者 但下一刻 她就不由 发出一声舒爽的叹息 血气 一股精纯至极的血气 伴随着妖魔术的气根 灌入自己体内 方兮望着自己的双手 漠然感觉自己 全身都充满了某种生命活力 甚至似乎恢复到了 十七八岁的巅峰时期 妖魔术汲取血肉精华 然后反补 长生术中 似乎并未有此描述 所以是妖魔术 本身的特殊情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